女人每次直播前 都会先脱去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首饰 然后往嘴里狂灌一大口冰水 最后再将手指伸进喉咙催脱 等女人直起身子时 1米7的身高竞变得只有马桶的高度 而这就是女人的超能力 吐得越多身材越小 靠着这个能力 女人爱马直播和老鼠打架 成了一个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 但是她并不开心 因为别人的超能力都是毁天灭地 能成为超级英雄 但她的超能力却只能当个小丑 而就在她沮丧之时 学校超能力第二名艾克找到了她 说自己发现学校地下室 藏着一个邪恶组织 她好兄弟的弟弟杰克被关在了那里 艾克说自己进不去 请求爱马缩小身形进入其中找到杰克 再留下秘密组织残害超能力者的证据 艾马听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因为这是她证明自己超能力的绝好机会 两人当即行动 艾克把她带到神秘组织门口 得知杰克位置后 艾马直接就从门缝中溜了进去 恰好组织里正是晚餐时间 可餐桌离地面实在太高 正在艾马苦思如何引起对方注意事 一个塑料杯从天而降 直接把她罩在了里面 原来杰克已经发现了艾马 艾马赶紧说明来意 但杰克却不信 他以为艾马是因为自己被关太久 导致脑海中产生的幻觉 眼下只有艾马证明自己是个人 他才相信 艾马全部回答错误 但这也证明他不是自己脑海中产生的幻觉 因为如果是幻觉肯定都能答对 艾马要杰克和自己离开 但杰克却觉得每次自己离开 都有无辜的人死去 所以他并不想走 艾马文言只能留下证据 等有人来收餐盘时跟着离开 两人开始闲聊 杰克夸在艾马不仅长得漂亮 超能力也强 艾马听后很开心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肯定自己 可就在两人交谈正欢时 四周传来的警报声 原来艾马的行踪还是被神秘组织发现了 杰克赶紧把艾马藏进书架中 要他先逃别管自己 而话音刚落 杰克就抽出起来 原来每座囚龙都是同电 杰克直接就被电倒在地 而与此同时 一个警卫冲了进来 他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艾马下来 杰克为了掩护艾马 挣扎着想起身 却被对方掏出一气克制 再次晕了过去 艾马本想离开 可却忍受不了杰克被折磨 当即一个助跑 然后从书架上某个音乐 跳到了警卫身上 然后从衣服里钻进了对方耳朵 警卫察觉到大事不妙赶紧脱下头盔 但还是完了 艾马从警卫另一只耳朵钻脱 成功解决掉了对方 而失去一气压制的杰克也在此刻行为 但眼下一名警卫死在这里 杰克如果不走的话 肯定会受到折磨 杰克见状 当即带着艾马开始突围 神秘组织派出军队拦截 但是杰克的超能力太强大 普通的伤害对他根本没用 反之杰克对付军队 则毫不费吹灰之力 他将所有人全部撕成了碎片 随后两人逃到了一处废弃的酒吧 杰克要艾马联系他的哥哥 可艾马却告诉杰克 他的哥哥前几天在杀死一位教授后 选择自爆结束了自己生命 得知哥哥死亡 杰克一时难以接受 竟精神崩溃地冲了出去 艾马当即追了出去 但对方已经在千里之外了 艾马傻眼了 自己好不容易救出杰克 本来可以当大英雄了 可临到头人家却跑了 这下因为自己擅自使用超能力 还会被学校通缉 艾马万念俱灰 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